好 节目的开始我首先要感谢一下大家 从去年的11月份我开始做我们的咖啡品牌 接着到今天我们终于一个皇冠了 我知道我们用了接近大半年的时间 把电商做的皇冠是一个非常慢的一个过程 我的意思是说对于一个我们全网有着50万粉丝的咖啡博主来说确实是很慢 不过我非常的幸运 为什么这么说 今天这期视频我跟大家来聊一聊 我们从拜出去第一包咖啡到现在 这段时间里边我经历的快乐和痛苦 首先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22年的11月份 那个时间点我们上海嘉定的咖啡工备工厂刚刚建好 在建好的初期我们是完全没有打算要做线上的生意的 因为那个咖啡工厂我们打算是要做咖啡店的供应 同时做一些咖啡品牌的代工的 但是由于那段时间真的有很多咖啡店以及线下的生意很不景气 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说那么就准备自产自销 因为建一个咖啡烘焙工厂 这几百万的费用都投出去了上百万的烘焙机也买了不能让他闲着呀 于是懵懵懂懂的我们就基本上在没有太多的准备的情况下就把我们的咖啡上架了 刚好那段时间还是双十一的时间 于是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边我们被第一批的接近一千个订单给耗进去了 因为我们团队没有任何一个人做过电商 再加上那段时间真的物流很多发了之后有的收不到或者是根本就不能发的 所以说我们在开局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困难 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三个月 在那三个月的时间里边我最怕听到的就是咖啡送到哪里了 物流不会动了 再不到就退货了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说那段时间有特别多的补发退款退货重拍等等 在前三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们是处于一个非常混沌的状态 如果哪个小伙伴在我们开店的初期买了我们的咖啡的 如果你们遇到不好的体验 在这里我给大家诚恳的道一个歉 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的意识到 如果再不找专人来负责运营电商的话 那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 当时我自己也一直在摸索学习改变 但是只靠这些一时半会的摸索远远不够 我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微信有一个人加我 他说是有急事跟我说 他加了我的微信之后 他说是我的B站的粉丝 他也是一个电商运营 也经常看我的视频看到我做了线上的店铺 但是以他的经验一看就知道我当时是有很多问题的 当天的电话里足足跟我讲了三个小时 从产品的规划店铺运营 我当时也是一边通话一边写笔记 那天结束之后我才意识到 店铺需要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才能走上正轨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边 我按照小伙伴给我的一些建议 调整方向 找运营的伙伴 找设计的伙伴 规范物流的发货等等 终于在后面的这几个月里边 逐渐找到了感觉走上了正轨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问题 基本上都是出现在店铺的销售端的 后端的产品以及咖啡豆的生产 算是我们的强项 所以说咖啡产品基本上不会遇到问题 在花了这几个月的时间 把前端捋顺了之后 后面的这段时间里边 我们就开始丰富我们的产品 把一时咖啡豆做到了那三款 目前我们有归下风味 有牛了个牛 有颠山牛子 为了这个颠山牛子 我还特意去了一趟云南的宁儿 另外单一产区的单饼豆也丰富了起来 还有挂儿咖啡 器具周边等等 整个方向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步调 其中之间还参与了几次咖啡节 另外还有不少开咖啡店的老板 也联系我们批量采购餐饮大批量用的咖啡豆 截止到今天我们的店铺终于一个皇冠了 店铺运营的同事跟我说 这只是一个店铺刚刚踏入正轨的标志 接下来需要用更多的稳定的产品和好的口碑 以及会员体系的搭建等等 让属于我们的客户得到更好的体验 我还很清楚的记得去年 我们在上线咖啡产品的视频的当天 我的心情是既忐忑又兴奋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虽然说在这之前 我们已经做过几次怜悯的咖啡了 但是毕竟联名的咖啡不是我们自己的真正的产品 所以说就怀着忐忑和兴奋的心在等待 接下来会有什么反响 果然那期视频就有非常多的人在质疑我们 说牛老师你这个视频做了这么多年的之后 终于也开始割韭菜了 有很多反对以及讽刺的声音 也有很多支持的声音 当然也有很多一言不发就过来支持下单 买我们咖啡的这些人 我是评论区我从来不空评的人 所以说你至今还能看到评论区里边的每一条留言 我感谢评论区里边质疑讽刺我们的人 因为我现在回头再过来看时间证明了一切 那这些质疑和讽刺的声音 并没有扰乱到我对事业的认真 以及对事情的态度 虽然说我当时看到挺不好受的 但是我更感谢那些默不作声 就来下单支持我们的人 可能你们从来不发表意见 但是你在背后默默的支持 再次感谢 那最后还有一些我想说的话 无论你是谁 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无外人对你的评论 好的坏的 那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做事真诚一点 努力一点 那这就是我们做线上的品牌 这大半年来的一些故事 我把它们分享给你们 希望能够和我的观众一起成长 那最后呢 Coffice is not serious about life Cheers 这会儿刚好录完 太阳又出来了 我又被暴晒在了太阳下 我的脸是不是颜色已经变了